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49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57天 先看看最新的美俄战机空中交锋 苏35加速略过F16机头 美军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 格雷哥里·吉洛特9月30日发布消息称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飞机 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拦截一架俄军战略轰炸机 此时一架俄军苏35战机 从后方加速略过F16机头 迫使美军飞行员做出紧急规避动作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巴赫木特战区 一支摩托化的俄军部队 在奥里奇沃·瓦西里夫卡附近发起突袭 结果被乌军的侦察无人机发现 乌克兰陆军第30独立机械化旅 随即通过精准的炮击 摧毁了俄罗斯人的大多数摩托车 拖列斯克前线 亚素第12特种旅步兵 炮兵和无人机协同作战 摧毁企图夜袭纽约村的俄军突击群 俄军近期一直试图重新占领纽约村 但旅旅在第12旅的顽强阻击下 无攻而返 接下来估计又要换方向了 红军村前线 乌军发起局部反击 国民警卫队第15作战卡拉·达格旅 成功收复了塞里多夫镇 过去一段时间 俄罗斯人一直继续试图 从侧翼突破红军村的防线 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塞里多夫 并且一度占领了该镇的东南部 哈尔科夫前线 过去24小时 俄军出动17辆MTLB 三辆战车和100多名散兵 在沃夫昌斯克发起反扑 在俄军距离乌军防御阵地5公里处 乌军无人机发现了俄军这次连击规模的中甲突击 在距离乌军阵地约3公里处 乌军火炮开始精确炮击 随后乌军大量查打一体无人机 飞临战场上空 击杀四处逃窜的俄军漏网之鱼 最终乌军已几乎零伤亡代价 全歼这股人肉冲锋的俄军 其中16辆MTLB被摧毁 一辆战车被损坏 大部分俄军精锐的散兵官兵 直接死在MTLB装甲运兵车里 现场惨不忍睹 小伙子们在沃夫昌斯克前线 信心十足地迎战俄军装甲部队 正如我所说 各部队已为此做好准备 因此他们工作起来信心十足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俄军在这次进攻中 动用了高达17辆MTLB装甲车 却只有三辆坦克 这似乎再次验证了 俄军缺乏装甲车辆的困境 MTLB只是一款薄皮装甲车 用来拖拽牵引式火炮等装备 非必要情况下 不会参与一线战斗 在面对乌军这样 拥有猛烈反坦克火力的对手时 会被大量击毁 而这次战斗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严重缺乏装甲车辆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战场影片 能看到俄军使用摩托车 电动车和高尔夫球车等车辆 发起进攻 面对乌军各种火力时极为脆弱 付出大量死伤 进一步又加剧了俄军兵力不足的困境 实际上 这样残酷的战斗场景 每天出现在俄乌双方接触线各处 之所以呈现这样一边倒的屠杀 是因为乌军拥有压倒性的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乌军对俄军是现代高科技信息 战队机械化的降维打击 与乌军特战部队共同作战的俄罗斯志愿军 昨天展示他们在清理骨料场时 收集部分战利品 其中包括29个无主的对讲机 由此刻意窥见俄军在此处的伤亡情况 库尔斯克前线俄军线已被包围在维塞洛耶 而乌军则绕过该村东部和北部 攻击维塞洛耶 格鲁什科沃和苏西诺夫卡之间的俄军部队 其中一支由CV-90组成的机械化纵队 在维塞洛耶东部发起进攻 地理定位显示 他们成功推进了约2.5公里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军队使用FPV无人机和火炮 击退了俄军在普列霍天村附近的大规模反扑 此外 刚刚占领了波尔基村的俄罗斯军队 又被乌克兰奥瑞营歼灭灭 在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了125架无人机后 普京的发言人强调 最近的事件不应被误解为达到和报复的门槛 处处是红线就等于没有红线 最后说说沃夫昌斯克古料厂俄军堡垒的最新消息 经过三个月激烈厮杀 乌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于9月24日攻占沃夫昌斯克古料厂俄军堡垒 连日来 俄军似乎恼羞成怒 向这座炸成废墟的工厂发起猛烈的空袭 据哈尔科夫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萨兰采夫上校 9月30日对媒体表示 俄军正使用所有可用的武器袭击该式工厂 包括投下制导航空炸弹和使用TOSA-1日制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 使用带有温压弹头的220毫米口径非制导弹药进行炮击 他说俄军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似乎要把它从地球上抹去才能找回面子 这位发言人称 在每次炮击之后 俄军还出动步兵试图夺回这个堡垒 这位乌军发言人称 俄军之所以这样做 首先控制骨料厂 可扩大对周边的控制区 其次丢失这个堡垒 对俄军士气造成打击 他们需要找回面子 因此 俄军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工厂 他说 乌军正在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为工厂部署可靠的防御 同时 乌军将做好所有安全防范措施 不会因俄军炮击和空袭遭受人员和武器损失 正如我之前介绍的那样 俄乌双方围绕沃夫昌斯克股料厂的争夺 反映了俄乌战争的极端残酷性 乌军最终能攻下俄军这个堡垒 是俄乌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 俄乌战争爆发第951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内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 殲灭俄军1370名 累计俄军65.44万人被殲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9辆坦克 44辆装甲车 33门火炮 一个防空设备 73辆油罐车和后勤重在车辆 一个特种设备 防空部队击落98架无人机 三枚导弹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于9月30日抵达德黑兰 会见了伊朗多位官员 并强调了俄一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这两个难兄难弟 现在都是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 这样的抱团取暖 对缓解各自危机实质作用有限 只能对各自国内民众起到精神安慰的效果 战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乌军攻入库尔斯克 美国等国加大军事援助力度 以及乌军对俄罗斯境内 包括弹药库在内若干重要目标的袭击 尽管俄军依然在战场上占据进攻态势 但乌军已经不是以往那样一位防守 而是开始发起反击 并试图用运动战来摆脱对乌军来说 极为不利的阵地战 战场形势正在从俄公屋首相互有攻防转变 这样的变化对乌军来说是有利的 对俄军来说则是不利的 要想让俄军继续维持进攻态势 就必须向前线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 但因为种种缘故 包括在南线的18万俄军不能调动 乌军入侵 库尔斯克又吸引了俄军几乎全部可用的机动兵力 甚至被迫从前线抽掉部队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困境 俄罗斯总统普京稍早些签署了总统令再次扩军 军事人员增加18万人 俄罗斯宣布 在10月1日起开始进行秋冬征兵令 普京已签署征兵法案 将在三个月内征召13.3万名士兵 很明显在彻底失败之前 普京并不打算收手 仍然寄希望于用其强硬 迫使乌克兰的支持者们退去 毕竟相比继续大幅提高军工产能 征兵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尽管这会继续加剧 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法令 今年的秋季征兵已经开始 从10月1日到12月31日 计划征兆13.3万名18岁到30岁的 俄罗斯士林男性入伍 并承诺这些义务兵不会被送往乌克兰 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但是否也不会被送到库尔斯克 参加反恐则不清楚 俄罗斯政府9月30日向国家杜马提交了 2025年至2027年联邦预算法案 计划在2025年将17万亿卢布 用于国家安全和国防 约占其年度支出的41% 其中军费开支13.5万亿卢布 一个国家将全部财政收入的41% 用于战争和安全支出 必定给普通民众生活 尤其是弱势群体带来巨大伤害 同时在经济受到外部严厉制裁 缺乏强有力外部援助的情况下 这样的高消耗注定难以持久 法新社发文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和平解决 目前的战争并不感兴趣 普京只对夺取乌克兰领土的胜利感兴趣 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和威慑 来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并趁机击败乌克兰 同时克里姆林宫还在不断渲染 西方对俄罗斯的威胁 共青团阵理报 在9月29日报道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 西方宣布要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的目标 几乎就像英美在1945年5月所计划的那样 在二战结束前 就已经制定了一项不可思议行动来摧毁苏联 今天的一些战略家 期望借基辅之首战胜俄罗斯 他们已经准备 让欧洲进行一次自杀式的冒险行动 拉夫罗夫强调 北约在过去30年里一直扩张 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 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 试图与俄罗斯这样的和国家战斗 到底是毫无意义且危险的 尽管克里姆林宫不断挥舞和大棒 但或许真的是挥舞次数太多了 导致和大棒的威慑效果变小了 尤其是俄罗斯最新型萨尔马特 洲际弹道导弹 刚刚又试射失败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 对克里姆林宫的和威慑 看起来很不屑一顾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 建议修改该国的核武器使用策略 但北约并未发现俄罗斯的核政策发生变化 不需要对北约的相关政策做出调整 美国总统拜登宣称 乌克兰会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每一步 美国国会赫尔辛基委员会则坚持认为 美国应该将俄罗斯视为全球安全的永久威胁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当被问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威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 他不够格因为一个够格的人 不会做他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 泽连斯基还表示 普京热爱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管理他人生活的方式 我可以肯定地说 一个把自己的命视如珍宝的人 怎么敢使用核武器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是最害怕使用核武器的 克里姆林宫似乎也在为已经逐渐失效的 和威慑战略辩白 克工发言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没有必要将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无人机攻击 与相应核打击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俄罗斯核理论最近变化的背景下 按照俄罗斯的核理论 一旦俄罗斯领土遭到攻击 甚至只要发现有被攻击的可能 俄罗斯就有权使用核武器反击 而现实中 不仅俄罗斯国内多个大型弹药库被打爆 战略雷达被攻击 乌克兰军队甚至直接入侵了俄罗斯本土 克里姆林宫完全可以对乌克兰发动和打击 但克里姆林宫最终选择了克制 事实上 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俄罗斯的核威胁 包括中立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中国 巴西 南非 印尼和土耳其等12国家发布了联合声明 我们呼吁不要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 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拜登下个月将在德国召集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领导人级会议 协调50多个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侵略的国家的努力 哈里斯也在最新讲话中表示 在与泽连斯基总统的七次会面时 我明确表示拜登总统和我将继续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努力确保乌克兰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国家 而七国集团外长也在联合声明变搜 在纪念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部分地区两周年之际 我们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七国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高级代表 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 主权和独立 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点 如果俄罗斯从侵略中获利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将付出代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ku�